《深情海岸》 好,我們現在來講一下《深情海岸》 這首歌 它的前奏部分 那有很多譜 是寫成二分之二 二分之二 那我習慣上會把二分之二的譜 把它 加大一倍 二分之二就變四分之四 所以半拍就變一拍 然後 兩拍就變四拍 那 然後 依此類推 然後這首歌它最低 因為前奏有彈到RE RE的話 因為你C調SO 你只有SO而已啊 你要彈RE怎麼辦 很簡單 把SO變成RE 就是你腦海裡面想它是RE 你要唱成RE RE 好,RE,第四條RE嘛 那咪呢,是不是全音 等於是SO當RE LA就當ME RE,MI 好,MI和Fa是隔壁 MI,Fa 就這樣C是Fa 好,SO SO SO就是DO C調的DO當SO SO SO LA 好,LA 就是C調的RE當L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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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調的ME當C DO DO DO就是C調的F 當DO 所以 Fa當DO 就是F調 DO RE RE RE就是SO當 RE 高音RE哦 MI 好,MI LA C調的LA 當 MI 高音MI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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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降C 剛剛低音的部分 ME Fa 好,第四條的第三格 C 是不是 第四格 降C 當Fa 同樣的 Fa 就是低音的Fa 同樣的中音的部分 也是 C是 第一條 第二格 好,降C 好,也是要你低音 降一格 C降一格 高音也是降一格 高音也是降一格 好,MI Fa 好,SO 高音DO 當SO 我們中音是不是SO SO SO 那高音的DO 高音的DO 也是當SO 所以 F調的 所以 深情海岸 你要全部都能夠彈夠 你就一定要用 F調來彈 但是它會彈到 高音 DO MI Fa SO LA C DO 它的DO 就在第一條線 第八格 這個就是C型字法 DO C LA SO 你要用到LA 第二條線的第九格 LA 好,來 那我彈一次 好,SO 好,SO SO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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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這樣子,試一下